8月21日凌晨一点多 几个俊逸突然发文求救 酒店 房间 洗手间 突然有声音 有点像女孩子哼唧一声那种 两声了 洗个头不敢洗了 我好害怕 他还用了多个感叹号 并连付八个大哭的表情 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深深的恐惧 评论区中很多粉丝纷纷送上安慰 提出了不少的解决办法 为了缓解内心的恐惧 几个俊逸和粉丝互动 有网友建议他开直播 和大家说说话 几个俊逸回应好主意 而有些网友的评论 则令他更加崩溃 坊间传闻凌晨1点37分 是会发生点啥 几个俊逸回复了五个流泪的表情 几个俊逸已经不止一次 有过类似恐怖遭遇 早在今年4月5日晚上 他发文表示 去便利店买东西的时候 遭到陌生男子搭讪 和跟踪了十多分钟 并提醒所有女生 晚上尽量结伴出行 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不要心存侥幸